大家好,我是小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美主战坦克的对决 由中国的99A式对战美国的M1A1主战坦克 99A式坦克是我国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也是中国首款信息化坦克 车上配备有三名作战人员 其实之前我们也是配备有四名作战人员的 但因为是自动装填 所以就不需要装填手了 99A式主战坦克重51吨 最大输出功率为1500马力 最大形成可以达到500千米 这款坦克主武器为ZPT-8125毫米主炮 副武器为85式12.7毫米重机枪 和一挺59式7.62毫米机枪 所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主战坦克 99A坦克是地面重型突击体系的骨干装备 具备火力猛、机动力好、防护性强 信息化工程高等鲜明特点 是我国陆战体系的拳头装备 我们再来看美军的M1A1主战坦克 M1系列身为全球最佳主战坦克之一的地位 是让美国陆军引以为傲的装备 因为美国陆军的代表 这款坦克配备有四名作战成员 车重63吨 最大输出功率为1500马力 最高时速68公里每小时 最大形成465千米 单从这些数据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的99A并不落下风 再来看一下它的武器配备 主武器为M2560高糖压120毫米滑糖炮 武器与我们的99A不相上下 其实单从数据我们很难看出 到底那款武器在实战中更强一些 接下来我们进入模拟对战演练 我们这次模拟演练 采取三具两胜质 我们选取的是泡手的位置 开了没多久 我们就看到了山坡上的M1A1坦克 它似乎还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 虽然是模拟演练 我们也不能有所松懈 我们开启了瞄准镜先发制人 一发炮弹过去精准命中 我们看到对方的作战人员 弃车而逃狼狈不堪 我们顺势再步一发 直接命中它的要害部位 随后我们又跟上了几发炮弹 打爆了M1A1 这局中国的99A取得了胜利 比分是1比0 第二局开始 我们很快锁定了敌方的坦克 不过在发射几次后 敌方坦克并没有受损 应该是打在了反应装甲上了 但这次他们没给我们机会 一发炮弹给我从坦克上打下来了 这局美军M1A1胜利 现在是决胜局比赛 这次我决定利用我们的坦克 灵活这一特点跟它绕着打 看来它也是这个想法 跟我们跑着打 很明显我们的机动性更高 一番操作后 我们成功让到它后面 并且击中它的油箱 失去动力的坦克是没有机会取胜的 所以这局也是拿下了胜利 总比分2比1 险胜对手 不难看出M1A1还是很有实力的 毕竟也是美军的王牌 当然拥有强大机动性的99A 也是不逊色 整个过程只是一个模拟 只供参考 感谢大家观看